近年来天王周杰伦是 唱而忧则也 眼而忧则倒 又唱又演 又倒的他 真可谓是事业有成 但却长期的辛苦工作 让他一直饱受病痛的困扰 早期周杰伦就自曝患有 遗传性僵持性脊椎炎 发病时痛到不能走路 让粉丝十分担心 今天凌晨周杰伦又在微博 晒出一张近兆 称由于受到肠胃炎的折磨 受到了出道以来最瘦记录59公斤 175厘米满身肌肉的壮汉 体重却不到120斤 照片中的精瘦许多的周杰伦 让粉丝心疼不已 不过乐观的杰伦也开玩笑表示 生病患来的瘦身 不知道是该哭该笑 去年年底周杰伦推出新专辑 《十二星座》时 立志变身魔鬼筋肉人 并成功练出了八块腹肌 上个月他的朋友邱凯伟 在网上晒出一张周杰伦的 古铜色肌肉罩 感叹称 他的毅力过人说到做到 用人鱼线 已经无法形容他这身肌肉了 叫人鱼王吧 而如今报受到不满120斤 不知周董那完美的人鱼线 是否还存在呢